犧牲奉献什么 真的不算什么 我们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就是差别只是在说 是一个同志的身份而已 我的同性恋爸爸 催泪尹共鸣 当世人低调 我们很平凡 别人跟你不同 也没有必要去歧视他 外形阳刚的Oliver 因为在脸书 剖出儿子的文章 我的同性恋爸爸 引来大批网友关注 瞬间变成网路红人 我根本没有想到 会一夜 真的是一夜之间起了 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在一打开的时候 就吓坏我了 那时候已经知道 一万多个赞了 一个素人来说 真的是有点受丑莫及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 他看了会想哭啊 会要干嘛什么 多感动 我就不觉得 比你伟大的父亲 不知道有千百万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故事 拿掉了同志的身份的话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文 我的爸爸 Oliver说 自己从年轻就喜欢男人 但身在军人家庭 他根本不敢出柜 武专毕业后 他到台北工作 前妻积极追求他 他也就顺水推舟 结果这场婚姻 却让他陷入人生谷底 因为对方不仅隐瞒已婚身份 连学历 绅士都是假的 最后还和富商私奔捐款潜逃 留下救赌小二和小四的儿子 也留下大笔债务 我最恨的就是 离了婚 他落跑了以后 他居然还再来用 再敲了我一笔 我的婚姻 实际上就是一个欺骗 我那时候为了还债 我十点下班 我就用自用车去靠航 一直跑到早上十点 把那个店 都用一半出来 卖那个减餐 Oliver曾说 如果他有两个面包 他会留给孩子 儿子们也很贴心 过年挑衣都选便宜的 随着孩子渐渐懂事 Oliver决定 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性向 你是戴着面具 在外面讨生活 你要掩饰你是个gay 但是我很不希望说 我回到家 我要面对我最亲 最亲的人 我还得要继续戴着面具 结果孩子们的表现 让他出乎意料 也非常欣慰 不过外界的歧视 却没放过他们 他还记得 小儿子考上公立自由班 有家长因为他来自单亲家庭 要求不准去他们家玩 歧视一直都在 不管对单亲或是对同志 但Oliver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同性婚姻修法是基本人权 如果真的会因此性解放 就不会走入婚姻 为人父母会替孩子着想 不可能去影响孩子的性向 在孩子的眼里 Oliver是爸爸 也是妈妈 他也有脆弱感性的一面 就像大儿子考上大学 要去外地念书 Oliver开心又担心 在床上哭整天 小儿子受伤进医院 他也哭成泪人儿 因为他跟你我一样 都只是个普通人 有血也有泪 但现在我过得很幸福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 如果说我的幸福 一定是要比别人要辛苦得到 因为我是个贵的关系 那么也认了 面对Paul文后的诸多批评 Oliver选择看淡 很多的按赞 有很多的那个鼓励的那个留言 同时马上就开始 就有负面的东西就出现了 不过大部分的留言 都是善意鼓励 也让他倍感温馨 比起性向女选人 一个完整的家庭 更需要是发自内心的爱 如果社会能平等对待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好温暖 爱无限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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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